本土民主反共 普羅政治 民生起義 myradio.hk 第3節 剛才提到台灣 大家知道在明年1月… 1月16日是總統和立法院的選舉 台灣現在會四年一次 總統的任期以前是五年 四年,立法院的國會也是四年 現在是單一國會,以前還有國民大會 立法院和總統也是四年 而且是同一日去舉行這個選舉 你投票的時候,那張選票 如果是選立委的,他有兩票 一票是投的那個選區的候選人 你選擇 他是用印章級的,跟香港一樣 另一票是投給政黨 政黨得票如果跨過門檻之後 就可以分配議席給他這個政黨提名 在全國不分區,他不是分區的 那張名單,那些人是不用選的 你明白嗎 例如你拿到選票可以拿到10個位 一、二、三、四、五,排第10 這10個就當選 另外就是單一選區 一個議席,單議席,單票 四個候選人只可以投一票 高票比當選,就是這樣 這就是立法院的選舉 這是一套選票 另外總統的選舉 總統選舉有三組候選人 國民黨的就是朱立倫和黃宜源 黃宜源是無黨籍的,以前是盧委會駐委 我們幾年前去台灣訪問時 曾經去拜訪盧委會 盧委會是類似香港的盧福局 但他是以委員會性質的 這個主委是黃宜源,他是無黨籍的 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是蔡英文 另外副總統是中央研究院的副院長 一個學者就是陳建仁,叫做英人培 另外有一組候選人就是親民黨的宋楚瑜 副總統的候選人就是民國黨的主席 國民黨民國黨 民國黨的主席是新竹苑的 立委徐欣營,是女士 你看到三組候選人都是一男一女 國民黨總統是男,總統候選人 副總統是雷,黃宜源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是雷,副總統陳建仁是男 親民黨那組候選人 其實是兩個黨的 一個親民黨一個民國黨 總統候選人宋楚瑜是男 副總統候選人 民國黨的主席徐欣營是雷 都是一男一女 這就是從來沒試過的 當然結果已經寫在牆上 因為如果按照過去歷來的民意調查 宋楚瑜和朱立倫都是10%多 而宋楚瑜比朱立倫還低 蔡英文是高懼不下 四成,平均四成支持率 即是沒有甚麼懸念 你說我不用民意調查 那你就慘了 這個民意調查已經不是… 今天才做 禮吉距離1月16日的選舉 就是一個月也不足夠 選舉工程應該是如火如荼的 我今天想說的是 這個所謂總統大選的電視辯論 最初說不定 到最後這三組候選人 終於協商成功 決定在12月26日 接下來這個月26日 就舉行三場電視辯論 即是今天星期六 三場電視辯論,就是這個星期六 這三場電視辯論 經過這三組候選人的幕僚 不斷在談論 譬如主辦的媒體 當初也有爭議 究竟甚麼媒體 主辦又經過這媒體的 政治色彩問題等等 辯論的長次 都有不同的意見 對嗎 但最熱衷要參加這個電視辯論 就是宋楚瑜 我在想 在這三組候選人裡面 如果你說電視辯論 會得到比較得分的 一定是宋楚瑜 為甚麼 因為第一,他對政策非常熟悉 是吧 他做台灣省長的時候 是最高民望的台灣省長 他是民選省長 第一位民選省長 也是最後一位民選省長 因為他有葉利欽效應 然後被李登輝殺了台灣省 沒有台灣省 又沒有民選省長 當年如果不是因為他和李登輝是恩怨 或者李登輝不是一心想扶植民進黨 去做總統 要搞政黨輪替他成為民主之父 的話 宋楚瑜是篤定做中華民國總統 以當時國民黨黨內最舉足輕重 最有影響力 而且能力最高的一個人 就讓李登輝搞定他 是吧 所以他就退黨去參選 他得票都比連戰高 比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高 而那次2000年 就是民進黨陳水變當選 然後再連任 做了八年 然後就令民進黨衰足八年 他做完八年之後 民進黨衰八年 現在民進黨就敗部復活 因為去年我去台灣九合一選舉 我們也組織了一個團去觀選 另外我也幫一個 幫東方日報的台灣網台 做了一系列的選舉節目 也跟當地很著名的名嘴 包括林俗水、周玉舅這些 我做主持 然後請他們來去分析選情 和選舉結果做評論 我記得我當時也很大膽地說 我說國民黨十年內都很難翻身 我看過選舉結果 我說國民黨十年內都很難翻身 所以這次的選舉 即2016年的總統大選 以及這個立法院的選舉 現在是很大可能 當然一日未揭衷 那些人都不敢說實 那我在這裡說實 蔡英文是百分之百當選 而且一定是告票 問題就是還有些懸念 就是究竟民進黨 可不可以在立法院 拿超過一半的議席 即國會過半數 三分二就不用考慮了 修憲、改革號這些你不用怕 這是不可能的事 國民黨懶船也有三斤釘 還有台灣 老實說 他的基本盤是有差不多的 只不過現在人們不出來投票 然後這個選舉 就是看有沒有辦法 拿去年地方行政首張選舉 沒有出來投票 那些泛藍支持者出來投票 就是這樣 但是宋楚瑜也是屬於泛藍 他一定是分了你的票 所以總統大選選舉結果 已經在牆上寫了 答案已經是 中華民國將出現第一位女性總統 第三次政黨輪替又出現 台灣從此邁入了一個真真正正 民主政治生活方式 這已經是一個繁榮政治的時代 當然說就是繁榮政治的時代 其實統治者仍然是精英階層 蔡英文是一個精英心態 非常明顯的一個人 所以他當選總統之後 他都面臨很多… 將來會面臨很多問題 一個人得到很多掌聲 你以為這個掌聲 就去付出代價 這個必然 這個世界是沒有免費的午餐 我們說回電視辯論 10月26日這個電視辯論 總共會舉辦三場 我剛才說的 宋楚瑜會比較佔優 因為第一,他口才 都比你這兩組候選人好 朱立倫也算是一個口蝕別級的人 但沒有魅力 蔡英文的電視辯論是最差的 當年他跟… 馬英九 馬英九,2010年跟馬英九辯論 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即EFA 即ECFA的政策 跟兩岸的議題 當時他的發言 被人覺得好像是一個學者 在說教 知道嗎 那麼 馬英九翻譯 因為馬英九熟悉政策 馬英九的表現在那次是非常好 對他2011年總統選舉 都是有幫助 而且對馬英九來說 他主導的兩岸政策 在他總統任內 他變得很有信心 對蔡英文來說 那兩岸議題 變成了他的比較 可以說不是強項 如果朱立倫跟蔡英文比較 他有一個往績 就是他跟馬英九辯論兩岸議題的時候 很明顯是輸給馬英九 但朱立倫 他當過立法委員、院長、市長 但他從來沒試過 這些全國性這麼大型的選舉 在電視上的所謂辯論 對他來說也是一個考驗 所以我自己看這三場 這三場的電視辯論 其實是讓蔡英文表演 他對他的選舉有否幫助 是沒有幫助 因為他沒有懸念 他不會投給你了 他一定是得票最低的人 但問題就是 他會對親民黨 立委的選情有幫助 對吧 所以他很熱衷 這個電視辯論的原因就是 他可以拉抬他親民黨立委的選情 這是老狐狸 搞政治也算是老奸巨懷 近這二十年在台灣的政壇 我的了解 找不到一個人比李登輝更厲害 他跟宋楚瑜 說搞政治 無論是權術 對吧 沒有人比這兩個人更厲害 所以宋楚瑜在電視辯論裡 他一定是比較好處 對吧 但是蔡英文 真是很不擅長 這些所謂的電視辯論 對吧 如果在電視裡 要討論一些政策議題 那 蔡英文真的要 他的幕僚要多做些準備工作 還有 你就算有你熟書也好 你那個所謂的表達很重要 對吧 所以他不是很熱衷電視辯論 原因就是這裡 而且他自己贏的可別 在電視裡 或者被你羞辱 甚至有機會出醜 他最不想 最想的那個 就是宋楚瑜 對吧 朱立倫也不錯 他也要… 對吧 這段時間 我們看到台灣的報道 除了宋楚瑜 沒有說 蔡英文和朱立倫 都拼命在這裡溫習 這麼慘 溫習 我又很期待這場電視辯論 這個也是華人社會裡 這些民主政治 它變成一種商品 雖然我問過題外話 因為台灣政治 大家都算容易理解 但你怎樣跟美國的電視辯論比較 這個趣味性 為何差 我覺得 因為人家已經變成一種… 怎樣說 因為那個經驗的累積 以及他有這麼多的歷史 已經玩得出神入化 對嗎 是不同的 對嗎 那個上台辯論的人 只是一個演員 對嗎 他贏輸 或者他表現好不好 是完全看他後面那群人 過去那段時間做的工作 其實不是看前面的人 看後面那群人 說每一句說話 都不是爆肚 我告訴你 就算臨場為了回應對手 然後我好像爆肚 其實也不是爆肚 其實已經有幾個不同的… 對白的劇本寫在這裡 寫在這裡 對白稍微有些不同的意思 你明白嗎 還有表達、表情 身體語言 很多東西,這些是可以學的 我告訴你 我很有興趣教別人這些 你明白嗎 我自己喜歡爆肚 因為我會適應我自己的風格 但如果我教別人 你是不能爆肚的人 我就不會教你爆肚 你說得到會失聲 最好的例子就是 在九東,即是2012年的選舉 黃洋達玩得胡志偉 簡直是失聲的 你明白嗎 這些問題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爆肚 每個人都不同 其實後面的幕僚是做了很多 我最有興趣說這些 英文叫做 Camping Management 包含的範圍 包括這些電視辯論 我們說香港這些選舉論壇 我論壇,我爆肚 你別人學不到的 這是沒得學的 當年你那句文建倫最無次 是何時爆出來的 2008年 我知道 我當然知道是年份 你在辯論之前 還是中段到那裡 你才會想出來 那是因為我幫陶根 不是陶根 幫陶根新 他被人… 他在租質感 他在租質感 我只是救他 你不肯為你自己嗎 不肯為你自己 不肯為你自己 不肯為我甚麼事 我肯為你救他這麼順暢 你只會動你民建年 主要是動民建年 好,台灣這個選舉 香港人很關心 你還要說個團 說個團 所以有很多政界的代表團 會去訪問、去參訪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負責接待 找那邊陸委會 這邊就辦 請了很多政黨的人物去參加 邀請他們去觀選 他們那些就… 因為別人邀請你 可能有些機票就不用錢 甚至住酒店也可能有官方幫你 我們每次辦這些團 全部都自廢 好嗎 我們亦有一個團 普羅去年有一個團 去年年底 去看九合一選舉 我們… 總統帶選 我們也去的 大家看到 現在我們那個叫普羅政治學院 2016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官選團 1月13日至1月17日 1月13日… 星期三至1月17日 3、4、5、6、5日 4晚 費用是4230元 包括來回機票、機場、睡酒店 旅遊巴士、導遊小費和部分線成 我們這個團 完全是100%自廢 沒有接受官方任何接待 我們現在優先考慮參加這個團 而報名的就是 繳付了MyRadio2016年1月月費的人士 你可以憑著給月費的… 例如PayPal、電郵給我們 或者其他收據之類 我們優先考慮 那個截止日期是10月29日… 10月29日 這個月底就要截止了 我們… 部團,然後就要付錢 好嗎 如果你要住單人房 那就要多付1200元 你說我不住單人房 就不用付1200元 對吧 那就兩個人一間房 我們那些是兩張床的 兩個人一間房 所有這些團都是這樣 那就不用做夢一男一女一間房 OK 10月29日 這次這個團跟去年的團有少許不同 今年這個… 我們安排的行程都很緊密 現在這是暫定的 我們跟有關單位協調之後 因為有些… 譬如我們去拜訪國民黨的中央黨部 或者競選總部 這些我們要預算安排 可能會跟其他團友在一起 對嗎 因為別人沒理由是族團 這樣會接待你的 就是一大盆人 另外,我們會有一天自由活動 我現在初步打算去宜蘭 很多人可能未去過 報名就重促,麻煩 這個團很快就會爆發 我自己有些職員去 我們也佔了10個、8個名額 整個團大約是30人 多也很難照顧 所以名額是有限的 但我們已經解決了三分之一 即是我的職員、研究助理 所以大家的報名就要快 今天是21日 29日就截止 大家詳細上網看看 我們的報名辦法 電話、聯絡 24673088 打給許小姐 還有我們有電郵和各樣 聯絡好之後就幫忙 但我們會有時間告訴你 是否收到你 是吧 我們也要… 不是審核 我看你是甚麼水 是吧 這就是關於團 這個團… 去年團長是麥葉成 我們跟神州那邊… 不是神州,即是民主… 他們的民主陣線 他們叫做… 即是泛藍的朋友 合辦的 今年他們就不想去 不想去,可能就不想搞團 我們自己成團 今年是我做團長 由頭到尾的行程 都是我帶隊的 好嗎 有利益 因為沒有人比我熟悉 對吧 沒有人對台灣的政治 是新太 即是比我熟悉 我帶,由頭到尾都是我帶 就是這樣 所以… 29日 那你帶團的時候 那選舉的結果 如果結束之後 會否在當地會有些評論 有,可以 我去的時候又有一天 我們可以看一看 對… 我也有可能在那邊 會有機會評論 大致的情況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 報名快點 因為真的名額有限 我們是30人左右 現在已經有十多個 那些有交月費 交一餘月費的就優先 不簡單 既然沒有交月費的,你也可以報 我們可能交了月費的 也不想去 對嗎 所以要鬥快 好,節目時間差不多 再見 在看完月費條款之後 點擊這裡 然後選擇你想撐的節目 你可以交多個一個節目的月費 甚至可以選擇 給超過68.9的月費 作額外支持 假如你沒有信用卡 或者PayPal戶口 你可以根據節目月費 收費表裡面的說明 用郵寄支票的方式交月費 又或者在辦公時間 親臨普羅政治學院 用現金或支票繞交 如有任何查詢 請電2467-3088 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節目月費計劃 撐MyRadio